2019年9月22日10点42分 中国第一颗自主研发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卫星P星1号A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 P星1号A卫星由浙江大学自主研制 在当时是中国最小的卫星 现在画面中呈现的便是P星1号A为地球拍的特写照 P卫星是指重量为公斤级的微小卫星 相较于大卫星10到2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成本价格 P卫星仅需数百万元人民币 需要花费的时间也从两年节省至数月 浙江大学微小卫星研究中心主任金仲和介绍 卫星研究具有较强的综合性 除几乎涉及浙江大学20多个学院的所有学科外 还需要科研和工程方面密切配合 从项目研究到如今P星3号A发射升空 已历经近20年 金仲和回忆为功课技术难点 他和团队曾连续在实验室工作近三个月 几乎每天半夜12点都会进行问题研讨 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解决了两个问题 这个阶段 一个是就是提发事情 第二个是用工艺的产品来做卫星 它所涉及到的可耗性的问题 这两个人解决了 那么这条路就通了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十年 当这里面是连带着科研和工程一起解决的 当科研和工程它确实也是相互关联的 第二阶段呢 那就我们要来思考了 这个技术突破了之后它能不能用 所以15年那个卫星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这个能用呢 就要解决应用里面 它所面临的一些技术 我们把这个呢叫做载荷 我要把卫星做小 那就是载荷也要做得比较小 能力呢又不能下降 这到现在 那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通行的产品和成像的产品 成像包括光学的成像 红外的成像和微博的成像等等 这些如何把它做小 2021年研发团队将发射20颗皮卫星 金仲和介绍 由于皮卫星成本低重量轻等特点 可大大降低卫星使用成本 对提升偏远地区通讯效率和特殊条件下的安全保障都有很大助力 明年我们要发的其中一科卫星 就是我们叫通行卫星 那就是解决海上和偏远地区 沙漠地区它的上网和高速率的通行这问题 那这个人影响是很大的 第二个卫星呢就是成像卫星 我们有个非常小的卫星 它能够一米分别的成像 那能够解决我们什么呢 山区 这个土地资源的普查 海上 这个船 这个监控啊 因为它的卫星造价大幅度下降之后 就大家就能用得起来 你比如像我们在设想的这个通行卫星的话 它你用卫星来做通行和你手机 这个费用应该是相当的 不会高 那你就到哪里你都敢用了 在实验室内 记者还看到许多年轻的面孔 据悉 在研发团队中 90后人数占比71.5% 工作内容涉及各个分领域 以成为皮卫星研发的重要力量